他是一個有點邊邊倒倒,有點瘋的一個傢伙 但是他希望大家在聽講說的時候能夠有耐心 他說的一些瘋話也都能夠聽進去 我想談的並不是說各種各樣的可能性 而是關於信仰在我們現在當代生活中的位置 信仰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是怎樣去作用的 但是我肯定是要聽好音樂 這個解釋一下是什麼意義 很明星的時候 在海地有一個獨裁者非常殘酷 他要不聽詞以後兒子就接任了 他兒子給這個解釋的時候 他因為他比較傻心 他就是給最簡單化的回答 但是那個意義者就把他的這個簡單化的回答 發揮成了一套一整套的理論 當一個翻譯者問過海地貿易的情況 Duvallier說 不太好 有一個人問海地貿易的經濟情況怎樣 那個獨裁者就說不太糟糕 翻譯者翻譯了這個去英文的文化 但是他在意義者就考慮到最近華爾街的發展 我們的經濟狀況怎麼怎麼樣 就有一大堆給他添加進去的 他覺得他是支持的 然後他覺得我給他可能會解釋一下 其實不會的我是比較忠於他的 我的書中經常用到一個笑話 在這裡我也想用它來開頭 你們可能都已經讀過它了 可是他對我今天要講的東西很有用 所以我還是用它來開始 我們在歐洲有一個關於白癡的笑話 我們在星期 這個精神病人認為他自己是一粒米 就是一粒古物 最後這個醫生就把他給治好 就告訴他 你不是粒米 你其實是一個人 然後他就很快地跑回來 非常害怕 說可能有一隻雞會把我吃了 那醫生就問他 你現在已經知道你是一個人了不是一粒米了 為什麼你還要怕這個雞把你給吃了 你猜到什麼事 你猜到什麼事 他會有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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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我知道了 可是雞是否知道呢 我現在是人不是你了 這個概念就是不知道的雞這個概念 對醫師形態的運作來說是非常關鍵的 是一個基本的一個運作方式 南斯拉夫解體了就是因為機是不知道的 機還是沒有這個知識 我們有這個鐵托當時統治者 現在我們從記憶中知道 在1970年代 所有的敵托在身邊 都知道 這個經濟的情況很嚴重 在我們從一些回憶錄中知道 就是20世紀70年代的時候 鐵托周圍的一些官員都已經知道 狀況非常糟糕 但是這些官員就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就開始一個非常痛苦的感覚過程 鐵托就會看到這些 他馬上就要死了 他就會非常痛苦 所以這些官員就說 我們就推遲這個危機的爆發 直到鐵托死後才要拉爆 所以在南斯拉夫就有一個中世的時刻 就是1970年代到80年代到鐵托死之前 所以這十年就拉 代替經濟政治改革的就是 南斯拉夫從西方瘋狂的借款 1980年代鐵托死了以後 然後危機就有一個非常可怕的方式爆發了 然後危機就有一個非常可怕的方式爆發了